現在看起來的話 應該發展為ER的機會是很高的 原則上還是要看它怎麼走 丹納斯颱風還有跟西側的這個低壓帶 甚至在東側還有一些雲系 那這個雲系其實是在一個更大的一個低壓帶之中 那因為環境非常的複雜 加上這個丹納斯颱風結構也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現在預測的路徑的不確定性的確是相對高的 以最新的路徑來看的話 擦邊球過去的機率是最高 甚至也有可能不登陸 那當然東半邊的陸地還是有機會的 現在看起來的話應該發展為ER的機會是很高的 是不是進一步發展成熱帶性低氣 現在還是要看它上來的環境 因為現在明天就會逐漸的北台 它在北台的過程之中 其實發展的時間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明天是有機會成為熱帶性低氣 但是還是要看實際發展的一個狀況才能決定 原則上還是要看它怎麼走 因為這個低壓帶如果真的形成 不管它是不是熱帶性低氣壓或颱風 它走的方向如果在比較偏西側的話 南部跟中部的雨勢就會比較顯著 可是如果跟著這個丹納斯颱風上去之後被拉往中部的話 那整體的降雨停估就會更小一些 內容 esten